3月29號中共官媒刊登過一篇文章 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 光聽這個標題的名字就意味深長 同時這篇文章裡還有一句話 叫做政權之安定 與整個立志的環境純齒相依 這句話你要再往生理解讀那就有意思了 那意思就是立志的環境已經威脅到政權的安定 換句話講現在這個官場和高層之間 那關係是高度緊張 那麼也就是說江湖時代那個高層和官場 那種比較和諧的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看到官媒同樣還有這樣一段介紹 或者說是一種描繪 他說如果把中國經濟比作一個公司 中共高層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 在這個官場和首席執行官 由於高層對高利潤業務的調整 同時得罪了股東 這股東指的是各家銀行 還有得罪了部門經理 部門經理指的是地方官員 所以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 部門經理在那裡明哲保生 陽奉英偉消極代工 結果連累的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 中共現在經濟下行 就是這幫地方官員們給鬧的 我這些話都是這個原汁原味的 中共官媒的文章 也就是說這就是中共現在 自己對官場的認知 我想現在有了這個對大背景的了解 就比較能容易理解 這個現在習近平在提什麼 人民領袖封號 這封號衝誰提的 我覺得他不是衝老百姓 因為老百姓也分很多類別 不同的群體 這個當然最典型的那個群體 就是下崗的老工人 整天在那兒歌頌毛澤東的 懷念文革的 這也有像洛陽 鄭州 都有 都有集體活動 那幫人不用習近平講什麼 反正他都是懷念毛澤東 這個敘舊然後來諷經 那麼普通的老百姓當中 知識分子當中對現狀不滿的人有的是 這些人你封不封人民領袖 反正他們不認你是領袖 這習近平也甭指望當他們的領袖 那就是他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我前面剛才講大背景裡的問題 就是他能不能夠指揮這一幫官員們聽話 我覺得這個人民領袖的真實含義在這兒 也就是說習近平沒有料到 他發動這場反腐戰爭 本來是為了堵住官員們 和我們前面今天談的第一個話題有關的 那就是官員們把大量的錢 從這個撈來的錢 轉移到海外去那麼掏空了外匯儲備 所以兩年半當中一下少了1萬億 他說要通過反腐運動的希望能阻止這一點 這是反腐運動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沒有料到的是反腐運動動搖了共產黨 這套體制現在這個狀態下 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 因為我們都知道鄧小平有一句話 這個叫做發展是硬道理 那麼在官場上在整個江湖時代 發展這個話後面打一塊國家 撈錢兩個字整合室 就實際上官場上當時奉行的 叫做撈錢是硬道理 所以那個時候 無論是推動引進外資也好 還是發展房地產也好 全國各地的官員有源源不斷的動力 那不需要上面來吹 你上面只要給政策沒有禁止 他們就玩命的幹 為什麼 沒錯 在撈錢能撈錢 那麼當時江湖的 江澤民胡錦濤這20年當中 整個對於官場是一種寬重腐敗的態度 所以我說他們上下和諧確實是 下面腐敗上面和諧 這個上面寬重 這假裝沒看見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這個江湖時代那時候叫做 上下同心悶聲發財 我這個悶聲發財也是語錄 老江親自講過這話的悶聲發大財 對 現在是香港記者的時候 對 所以中共官場也是悶聲 上下同心悶聲發財 老常委一直到基層的小力 就是小職員 那都是一個個是這樣的 狠著勁兒撈錢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習近平又改用這個反腐政策 制定了種種規矩 中紀委在大陸闊斧的打擊貪官 再加上控制官員的護照 護照沒收 限制把外匯轉出去 這一系列輔助措施 一下子斷了幾個事 第一個是斷了官員的財路 錢財沒有來路了 第二是斷了他們手中錢財的去路 錢匯不出去了 甚至還斷了他們晚年 在國外安享幸福的那個退路 這三條路來路去路退路全斷了 這種時候你想讓官員們高興 積極的效忠 那是沒門的 所以官員消極代工了 所謂政令 用北京這個官媒說的話 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 現在高層承認這個事實 以至於連政治局委員們都得檢討 那現在這回 您說 就是官員們有了二星 所以現在這個官場 從高層到基層之間 這個關係變得非常微妙 我把它蓋過成八個字 叫做上下一行 軟磨硬炮 中國經濟下行以後 外匯吃緊 所以中共現在決定開放金融 希望既要解燃眉至極 又要顧長期的一些經濟上的憂慮 那麼開放金融這件事 本來不是現在才應該做的 2001年中國加入WTO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中國就承諾幾年內開放 結果這個幾年一拖就是20年 那麼為什麼 那個時候中國答應開放 又實際上不願意開放 現在拖了幾十年 本來可以不開放 但是反而這會要開放 這裡面有個原因 就是說原來中國的銀行都是官營的 以後加了一些個所謂的民營銀行 實際上是半官營 那麼這些銀行在中國 受到政府的這個直接的影響 甚至它的資金使用 也受到政府的操控 那麼這種情況下 銀行經營狀況不良 所以它是不允許外資銀行的 中國真正的這個經營的 如果那樣的話 中國銀行經不起外資銀行的競爭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外資銀行 比方說美國的花旗或者大通 在中國開設大量的分行 那麼這樣的話 出於對美國銀行的信任 中國銀行會把他們的大部分存款 從中國的銀行轉到外資銀行去 那樣中國銀行就垮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20年了 一直不肯開放 那麼為什麼現在又開放 原因是不開放不行了 雖然有人說這個是川普施加壓力 中美談判 中國不得不承諾 但其實中國有它自己的需要 所謂需要就是說它現在外匯吃緊 那個中國並不是缺錢 不缺外資銀行給中國送個幾百億人民幣的資金 因為現在中國金融業有這麼一句話 叫做錢太多了 但是留不動 所謂錢太多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中央銀行不斷的投放貨幣 那麼這個不斷就要放水 那麼不斷擴大資金投放量 其結果就是銀行是很容易獲得 這個央行投放這些資金的 問題是銀行有了這些資金 卻找不到優質客戶 就是貸款貸不出去 所以留不動指的是這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按道理講 這時候你再把外資銀行引進來 請他們獨資經營 那不是對中國銀行的威脅嗎 以前怕外資銀行的競爭造成壓力 那現在就不是更怕嗎 確實如此是怕 但是中共有比怕更需要的 別的更大的怕 那就是外匯儲備更緊了 現在你要去看中共公佈的外匯儲備數字 是3萬億 但是2014年底 中國那時候達到2014年6月達到了4萬億 4萬億 對 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少了整整1萬億美元 那麼有人說3萬億美元不傻 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 但問題是中共還有更大的外債 中國有2萬億美元的外債 這2萬億美元都是短期外債 就是半年一年的一到期就得還 不還你就完了 這個銀行的資金就垮台 所以3萬億當中有2萬億要隨時留在那準備著還債 然後借新債還舊債慢慢滾著 外匯儲備才能不減少 但是因此這筆錢你是不能指望的 不能大規模動用 另外同時中國還有相當於6000億美元的外資在中國 現在這個中美經貿談判的結果是大批外資企業正在考慮撤出 那麼撤出的時候他們要把資金帶走 所以這筆錢因為中國已經承諾金融要開放 他就不敢扣著不給 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 就是說外債有2萬億 然後外企還有幾千億美元 需要隨時可能要兌換外匯 這都不能不給 結果就是只剩下幾千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用 過去中國每年從美國掙到三四千億美元的 這個外貿順差 從這個錢就等於給外匯儲備每年補充三四千億美元 所以中國政府覺得他資金還能賺得開 現在不行了 中美談判談成這樣 中國不得不開始減這個減少出口 然後外資企業撤離以後也把訂單拿走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今後中美貿易前景不樂觀 外匯儲備的新來源也不樂觀 所以這時候中共覺得外匯儲備是需要嚴格的守住的 這個3萬億現在國際社會 就國際金融界和中國自己都承認 是屬於中國的外匯儲備警戒線 警戒線就是說低於3萬億 就會產生很大的心理衝擊 對國際金融界會覺得說中共外匯不夠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希望讓外資企業 特別是金融業到中國來開業 因為你只要開業就會帶來外匯 那麼帶來外匯就等於是 把這筆外匯充填到中國的外匯儲備裡去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說是叫做加州旅館效應 什麼意思 就是今年9月份中國在這個 在宣布金融開放之前就已經開始放風 說是要吸引外資金融機構 那麼10月份正式宣布開放 但是《華爾街日報》9月12號刊登過一篇文章說 中國市場不再是海外投資者的夢想之地 所謂的Field of Dream 而是說中國是能進不能出的加州旅館 Hotel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是美國有一個老音樂隊 Eagles 1977年唱的一首歌 這個曲子裡唱 用這個旅館看門人的口氣這麼唱的 說我們只有這個 我們是有這個迎客的計畫 你可以隨時結帳 但你永遠無法離開 這裡面的歌詞 所以這個加州旅館 現在被華爾街用來形容什麼 形容肉包子打狗 就是說你來投資可以 你也想把這個錢撤出去 那就沒門了 拿加州旅館做比喻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中國外匯儲備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華爾街的那些投資者並不是傻瓜 他們這個加州旅館的擔憂是一直存在的 過去就存在 現在就更加緊張 所以講起來這個對外金融開放挺改革的 但現在今天中國的改革口號也對水了 不那麼耀眼閃光了 外資看重的是中國經濟的真相 而偏偏這個時候 中國官方公布的各種統計數據 經常要百般的包裝給他包成包裝紙 那麼包裝紙越多 越讓外資看不到真相 外資的警惕和擔憂也就越重 所以能不能救經濟 要看外商如何看中國的這個經濟真相 那麼我想現在當局也是處在這個兩難之中 要是把真相完全的公開 那毫無疑問外商就不會來了 真相不公開人家可能更不來了 那現在就這樣一個兩難的處境 那謝神教授您怎麼看 我想我很贊同小農博士剛才提到的 就是中共就是因為沒錢了 它這個資金尤其是外匯資產 外匯資金就是枯竭 那它現在要開放 希望外資進一步的融入 來挽救它的經濟 中國現在實際上已經在崩潰之中的經濟 那從這個來金融開放來救經濟 這肯定是沒有用的 很簡單的原因就是 當時這個如果說這個五年前十年前 比方說中國大家加入WTO以後 如果那個時候對這個外資還有些吸引力的話 至少就是說當時中國那種經濟的發展 不管雖然我們看來實際上是這種畸形的發展 實際上偏重於比方說基礎設施建設 盲目的上馬 那不管怎麼說它還是在消耗稅尼剛才還是在發展 那時候如果說這個市場還有點吸引力的話 那時候要進來你不讓人家進來 然後現在你的經濟已經崩潰掉了 垮掉了 沒有這個增長的趨勢的時候 你再讓人進來 那這些人都不是傻瓜 所以這個外資、外商銀行呢 現在看來它的外商銀行也好 保險公司也好 對中共這種開放呢 基本上就是持著一種Lucure 就是說基本上根本不太那個在意 沒有什麼很歡欣鼓舞啊 或者很情緒激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根本就不把這當回事兒 反應也很冷淡 這個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中共自己這種開放的做法 本身也是有很多問題的 比如說我有句話要跟那些西方的那些保險公司講 中共現在在限制中國老百姓出國的時候 限制他們在國外購買房地產 還有一條特別的規定 就是不讓中國百姓在海外購買保險 這很奇怪很有意思的點 就是說你不能在外面購買那種人收保險啊 或者大額的保險 那你如果你不允許這些中國公民 在海外的時候旅遊的時候購買保險 你怎麼又允許這些外商的保險公司 到中國來開辦企業 然後你在中國購買呢 所以任何人就是說你不管是保險公司也好 中國老百姓也好 你仔細想一想就知道 就不但發現這裡面有很多貓膩在裡面 還有一點呢 這個中共這個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和銀行 投資管理條例好像10月份就開始推出來了 對 10月15號 對 有一個規定 他說這個設立外資可以設立獨自銀行 但是總行要撥給人民幣 或自由兌換貨幣的營運資金 但另外一條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他說外商獨自銀行 中外核資銀行 撥給在這個中國經營機構的 資金的總和 不得超過總行資本金額的60% 這是很奇怪的幾個說法 對 如果人家在這個銀行就說特別喜歡中國 就想去中國做生意 那我70% 80%都去為什麼不可以呢 你為什麼會限制有一個上限呢 換句話說中共實際上 這個實際上是可能是在限制那些假的投資者 就是說中國國內的一些資金 或者中國國內資金轉移到海外 冒充這個海外的資金 海外的銀行來返回來投資 可能有這個考慮 還有一點它這個實際上還有一些限制 比如它現在外國銀行 可以吸收中國境內公民 每筆不少於50萬人民幣的定存 對 它把門檻降低了 門檻降低了 它設立這個門檻 就是說它實際上第一呢 就是50萬以上 但是說還是可以限制很多人 那就是它可以就是說 可吸引的客戶呢 並不是那麼多 再一個呢 可能也便於中共來監視 中國國內內部那些有錢的人 我想這可能還是中共的另外一個小算盤 再有一點呢 就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 中國金融業按中共自己的說法 它說那個正面效應呢 是顯而易見的 比如說第一個是強化競爭機制 我想這個根本根本是nonsense 就是中共最害怕的就是這個 剛才曉冬也提到 它肯定不是它的那個目的和想法 但是它不得不應對了 因為它沒有錢了 第二個呢 它增加國外資本的流入 這點是沒問題的 它就是這個目的 還有一點呢 它說要有助於推動中國金融產品 就是代表大量的 它其實就是 key 一個質疑對的 於是我覺得一個主要的 就是這個我相信 是我們應該會認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民地的去提到這個 那指定它是在裡面 做一個主要的 還有一個主要的 或是它們內地可以 但如果世界上或建立 有的問題 它要把它們看出 還有一種支付寶 或者手機支付這些電子貨幣的方式 那現在它如果用這種加密的區塊鏈的方式 把這個人民幣給控制起來的話 它可能可以用來打擊很多那個貪腐的資金 這是一個方式 還有一個呢 甚至以後可以考慮把這個加密的貨幣 推向這個全世界 推向其他國家 中共顯然它不會有 你看它沒有支持這種 比特幣和其他那些 但是它是在試圖推動中共自己的貨幣 人民幣的數字貨幣 或者甚至它可能設立什麼新的一種數字貨幣 但是這個舉動 這個如果現在我想中共為什麼現在開放這個金融的話呢 有一個考慮 就是說如果它推出這種用區塊鏈 就是說這種加密貨幣來代表的貨幣人民幣在中國實行的話 那這些外資銀行即使進來了 它仍然可以就是說更加有效的監視和控制 我想這是中共覺得它現在可能有這個手段來做了 所以它才會就是說放鬆一點 當然沒錢是最大的原因 第二呢 它可能覺得它可以管得好一點的 所以它才會有這種自信和信心開始這樣做 我們也看到中共現在推出這種什麼密碼法 對吧 但是這個在商業網路信息 商業機密 尤其是銀行的這些機密 它通過密碼法的時候呢 顯然是和這個數字貨幣區塊鏈 數字人民幣 和更好的監控中國老百姓 包括也包括外商 外資 在中國的銀行保險公司 監督他們的金融活動 我想有這個關係 但是呢 我剛才我也贊同小農的看法 就是說這種 現在中共實際上是它有點機不擇食 沒錢了 有點希望 但這個原水可能解不了進口 再一個 這個原水 原水還不一定來得了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共經濟出現這個問題 也都知道這個人民幣超發的問題 所以能夠上當的 或者是聽從響應中共號召的公司呢 恐怕會很少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馬上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這些公司是帶著美元 外匯啊 進到中國來投資 來銀行 運作 那一旦營利以後 運作起來以後 營利以後它怎麼辦 它不能永遠把這個錢放在中國 對吧 像那個小農提到那個加州旅館一樣 那它走一到一日 它總是需要把這些錢呢 換成美元 換成外匯再退出去 再抽回去 抽回到某公司 那這個呢 就涉及到這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現在還沒有解決 所以對這些公司來說 這不是一個風險的問題 這根本是一個攔路虎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中共這個 可能現在這種想用這個外資 吸引外資來挽救經濟的這個努力呢 恐怕可能也會沒有什麼希望的 我覺得呢 在中國這個法院系統本來 就是司法系統本來就是共產黨領導 所以它貫徹黨的意志 倒也很奇怪 我倒想在這裡去分析這樣一個問題 就這兩個案子有法律依據 我覺得共同點就這兩個案子都沒有法律依據 為什麼呢 中國就根本就沒有適用的法律 可以來辦這兩個案子 就王毅安而言 中國沒有哪個法律規定說 什麼宗教團體是非法的 什麼宗教團體是合法的 沒有辦法 沒這樣的法 而且中國的憲法說是有宗教自由的 宗教自由的含義就包含說民間可以有宗教團體 那麼中國也不是沒有宗教團體 基督教有團體的 有官辦的團體 所以什麼團體是合法的 什麼團體是非法的 是不是說民間組這個聖經的這個學習小組就是非法的 那麼官辦基督教三次愛國會 他們組織學習的時候 上教堂這個有宗教活動的時候 他們怎麼就合法呢 哪個法律是這麼規定的呢 沒有 所以王儀這個案子是宗教迫害案 但是奇怪的就是他用政治案去辦 因為他沒有宗教方面的相關法 事實上中共對宗教團體的這個管理 他是用政治標準管理 叫做聽我話的就是合法 不聽我話的就不合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從1980年代1982年的時候 我在這個北京市統計局大學本科畢業實習的時候 當時在那裡有一份資料讓我看了一下 因為我需要這個做研究是需要用的 這個資料是中共中央機關的預算 和實際的經費支出 然後我當時看了名單以後 很長一個名單我看了直納門 為什麼呢 除了中共中央各個部門的開支以外 下面有一大堆 基督教三次愛國會 精靈課金會還有這個 精靈神學院 對 精靈神學院還有一大堆宗教團體 都在中共中央那兒領錢呢 我這就明白了說這些機構都是黨養著的 也就是說你拿黨的錢聽黨的話 這個基督教就是合法的 你拿不到錢的 不聽話的 或者說聽話但是也沒拿到錢的 說你非法就非法 說你合法就合法 換句話講 沒有法 無法無天 那麼同樣的這個賀建奎這個案子 有法律依據嗎 也沒有 現在給他判的是非法刑醫罪 他還沒開宴 對呀 我就說看這個罪名沒搞明白 原因是中國根本就沒有關於人體披胎 基因改造這方面的法律 沒有法律那不是按道理講 在法治國家這個治是治理的治 不是中國那個制度的治 比方在美國 法不禁止極為許可 那麼中國呢 法不禁止啊 並沒有法律這個可以適用於 關於赫岸的這個法律司法裁斷 但是中共這樣判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法律在中國只不過是個統治工具 黨大於法 司法聽命於黨 那麼這兩個案的刑期差別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很簡單來看 如果你按黨大於法 司法聽命於黨來理解 這兩個案的刑期差別就在於 黨更擔心的是王毅那樣的問題 對 對 賀建奎他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 只是為了讀讀悠悠之口 因為當初這個賀建奎研究成果公開的時候 他挺得意的 而且官媒正面報導 把他成為中國的科學突破 指涉後來 涉及到重大倫理問題了 過活了 過過頭了 對 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震撼和譴責 中共覺得這晚上不好玩了 那咱們再做點司法處理吧 免得人家是罵我們 對中共形象不利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兩個案子 其實都是一個形象問題 就是對中共形象不利的事 兩個案子都判 但是顯然什麼對中共更不利呢 就是家庭教會那個案子 其實也不是家庭教會的問題 中國家庭教會無數 對 並沒有被抓得光光的 也沒判上幾十萬人 只是王毅這個案子判 既然是家庭教會的 只是所謂的方式 所以你也沒判上一段時間 也沒有人要留, 這是客人、 是某一個案子 離陰陰陰陰的 接觸 然後是